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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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机子 是一台 Leica的 呃 PSG 它是 Leica的 迷你 光 它为什么叫迷你光呢 为什么叫迷你光 它是迷你LUX 它是mini lux lux在英文中的意思不就是光线的意思 就是英雄联盟的 就是光线的大小 lux lux mini lux 好不好 这个机子呢 它不是cm 它有台叫cm 它这个是mini lux 两个机子没什么区别 镜头是一样的镜头 那个更有设计感 这个是更加丑一点的一台mini lux 但是这个价钱也惊人 这个要多少钱呢 这个要2000块钱吧 这个起码跟 差不多 跟T2 T3 这个 比它还贵 并排 并排的东西 但是它的所有参数 都是比看来蛇好的 首先 你看前面是有个 有个它保护镜头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顶上 就这样 它就开启了 它的开启速度很快 也不快 跟T3差不多 是吧 但是它这个镜头你想想看 这个镜头你买了之后 你买的就是这个镜头 这个PSG里面应该是光圈最大的 一台相机了 而且是莱卡 莱卡 40毫米 2.4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人像之王 你懂吗 唯一一台PS人像之王 就是莱卡的Mini Lux 你要说Fantasy是人像之王 哪里说的Fantasy是人像之王 没有说呀 没有说呀 2.4 你想想看 2.4的镜头 没有其他机器超过它吧 看待时的都是2.8的 是不是 你2.8 卧槽 少一半的光了 是不是 而且这个是40毫米 那个看待时是38 所以它就 它有更多的那个背景虚化 那个对不上焦 我们在座的这5个人都对不上焦 这个这个机子不是我们的机子 这个是我们朋友的机子 所以我们有幸拿这个机子 来做一个小视频 是吧 你看该有的都有 这颗镜头 你 有这个镜头 有这个小红点 你就 没人 无人能敌了 你懂吗 它那个军舰标很丑 还有 到这边的话 就是 手动对焦 手动光圈 你看 它是一个转盘的形式 无限远 到0.7米 然后就变成自动对焦 然后这个 全自动 然后2.4 我刚才想说2.8了 2.4 它没有半打 然后 上面有个LCD屏幕 可以显示你的 这个 你是闪光模式 它有慢速同步 它还有趋红眼 它还有关 它还有一个闪光闭门 哇哦 可以拍 不是有个beam 然后还有曝光补偿 曝光补偿有 它是怎么调的曝光补偿 闪光曝光补偿 它都曝光补偿怎么调 因为这个机子也是我第一次摸 为什么闪光曝光补偿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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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延时 这是定时 这是定时 闪光曝光补偿 闪光曝光补偿 不是闪光曝光补偿 是曝光补偿 是曝光补偿 闪光还可以同时 它应该是按照 录了吗 还有它一个曝光补偿的功能 就是没有其他机子的 旁边 这个你要摁住它 摁住等它闪了之后 然后你按 然后可以加1档 加1.5档 2档 减1.5 就是2档 上面闪光是什么意思 正负2档 不是上面闪光 闪光只是高空你的闪光的模式 所以在闪光模式之下 还可以放光补偿 对 那没有一款机子可以这样 有啊 哪一款 T2啊 T3也行 反正高级PSG都是这样 它太金属机身了 然后你看就很简单 三个模式 一个光圈 还有个手动对焦 然后 关机 然后底盘 这个用的CR123的吗 电池 然后 背后啥都没有 但是 还有一个 还有个这个可以接外接的这个 手动闪光就是耳机插口的那种 哇 你可以接个手柄之类的 然后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的一台机器 像块砖一样的 有很重 它的做工是非常非常非常精细的 而且它这个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手指 拇指柄在这儿 它这个有个弧度 那个手指刚好卡在这儿 所以打上去很舒服 它取景机很小 取景机啥也没有 是吧 这个缺点是之后再说的 直接说的 然后它这个也有自动感应 这个背光 就是说这个屏幕它有自动背光 还有它的对焦速度是挺快的 它有对焦反馈 然后呢 我觉得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吧 就是它的取景器 它的取景器太小 就像你拿一根吸管 往里面看一眼 就这个感觉 就唯一的缺点 唯一的缺点 但是这个拍出来实在是非常很真香 你都见都没见过 你用的没用过 这什么 这什么 这它入过之后不就有图了吗 okokok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sb 所以这就是有莱卡的 它 哎 前面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 应该是假皮 一个皮的这个设计 通常就高端 丝滑 所以就是这个莱卡 minilux 我 它是人像之王 但是我 PSG的话 有这一台就足够了 但是极其 推荐它 但是价格极其不推荐 但是这个 这些机子都是 都是都是死掉机子 那你拥有台就 它就 它就 它就产了这么多 你有就有 你没有就没有 但是是值得收藏的 一台机子 好 然后最后就记得三菱 然后 喜欢的 就 转发我们的 这个 推荐一下 给你们 给你们的朋友 种下草 ok 拜拜 没事 就是节目最后迅速说一下 这台相机也并不是那么完美的 你看到这个图片里面有几张颜色很奇怪的 这是因为 所以 因为我们这个 去拍照的这个 这个兄弟 他 被这个2.4大光圈充分了头脑 所以他一直全开2.4 因为这东西的速度最快也就400 这个 四百分之一 所以 颜色这么奇怪 就是因为 过曝了 他妈的过曝了 所以 如果你2.4全开 然后在 这个 大晴天 太阳下 你很多情况下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反正本期先这个样子 那个 谢谢大家 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帮忙转发 转发 转发 拜拜